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是合理 自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性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真正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叫那些诽谤你们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建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这段是神积极的外语 请求 大家请坐 如果大家听得懂我的国语的时候 你的广东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的普通话不是太灵光 所以Ellen最先就跟我翻译 谢谢Ellen 谢谢 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一条的问题 究竟我是哪一个 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 我是什么人 我在香港出世 在香港出世 但是我是英国殖民地臭大我的 他在英国殖民地长大 我庆祝两个国家的日期 一个是英女皇兽臣 但是同一时间我慶祝国父孙中山的兽臣 他庆祝两个节日 一个是英女皇的诞辰 另外是国父孙中山的诞辰 我的母语是中文 但是官方语言是英文 他的母语是中文 但是官方的语言是英文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有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不明白 他读小学的时候不明白一国两制 究竟我是哪一个 他是哪一个 我是英国的国民 拿着迫回可爱护照 但是为什么我进英国国境的时候 他不让我在那里住 不让我在那里做事 他是拿英国的护照 但是在英国入境要检查 又不能在那里工作 但是同一时间 我回中国的时候 我要拿着回乡证 他回中国要拿一本回乡证 回乡证的英文叫做 Home Return Permit 回乡证的英文是 Home Return Permit 你试想一下有一天你儿子回家 你入家的时候问你儿子 你有没有拿着回家许可证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你小孩哪一天回家 在门口站着 你问他你有没有回家的许可 你当他是外人 你当他是外人吗 最后针着我就来到美国移民了 他现在后来又来美国移民 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会唱美国的国歌 我要向美国去宣誓考中 他在中学的时候要宣誓 要唱国歌向美国效忠 我是哪一个 他是谁 我是一个中国人 英国臭大 但是现在做美国的国籍公民 他是美国人 但是在英国殖民地长大 他现在到底是什么人 我的真正的身份是哪一个 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我入美国公民要去考试的嘛 他入籍要参加考试 他又问我 如果美国打仗 你会不会为美国去打仗啊 有一门题目问 如果要打仗的话 你不会为美国而战 我入籍当然是说我会 他要入籍当然是说什么 是 作为美籍华人 作为美籍华人 现在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 美国现在和中国打贸易战 究竟我应该买Apple 还是我要买华为 到底是我要买Apple 还是买华为 今天你和我都有一个身份的危机 今天我们都有一个身份的危机 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例如我是公司的员工 但同时我也都可以是公司的股东 是公司的员工 但他也有可能是公司的股东 我怎样回答我是一个 怎样的身份 会影响到我怎样做决定 怎样我去生活 他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影响 我们怎样生活 怎样做决定 例如 我是一个中国人的爸爸 我是一个为人妇的中国人 我倾向用中国的传统教养我的儿女 我想用我的传统的方法教导我的子女 但是有美国人有美国的方法教导 但是在美国呢 又必须要用美国的方式来教导 我的朋友有意见 他的朋友也有建议 那些专家也都有他们的研究结果 专家也有他们的所谓的advice 我的太太有他的看法 太太也有太太的看法 我的父母有教我怎样臭孙 父母又教我们怎样看孙辈 我的岳父岳母也都会有教我 应该怎样臭大我的小孩 他的岳父岳母也会教他怎样带小孩 我应该跟谁 他跟谁 你怎样活出你今天的身份 你怎样活出你今天的身份 我们有这么多人要做这么多的决定 我究竟听哪一个 这么多人都在劝诫他 他毕竟他要做出什么的决定 这么多人对我有这么多不同的期望 究竟我要取悦哪一个 这么多人对他都有这样一个期望 我究竟要听谁要取悦谁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知道 我们究竟真实的身份是哪一个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人 去怎样看我们 我要知道在生活中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人是怎样来看 这个就是神自己 这个就是神自己 在未来这三天的时候 就会新的一年了 未来三日过了就是新的一年了 再想想原来是新的十年了 也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到来 我们希望会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 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怎样在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十年 能够会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呢 我们如何在未来一年未来四年 活出更不一样的生命呢 就让我们用今年的教会的主题经文 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身份 我们还是要回到教会今年的主题 要认识我们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的使命 我们有一个使命 和我们的生活 你怎样认定你的身份 影响到你怎样的使命 和怎样活出来 我们怎麽认定我们的使命 而且我们怎麽从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 我们等一下就会再看一看 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至十二章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 彼得他跟我们讲了我们身份 带给我们有一个使命 使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彼得跟我们讲 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带给我们使命 使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读一句好不好 身份带来使命 我们一起读 身份带来使命 使命影响生活 我们再读多一次 身份带来使命 使命影响我们生活 首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有一个更加崇高的呼召 今年里面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有不同的生命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更崇高的呼召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在至高的神的面前 我们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 我们在至高神的面前 我们的身份是崇高的 在第九节里面 彼得用了四句不同的字去形容 第九节里面 彼得用了四个不同的词来形容 他说到是被拣选的 是有君尊的 是圣洁的 是属神的 他说到是被拣选的 是有君尊的 是圣洁的 是属神的 首先我们是一个属神 被拣选的族类 首先我们谈一下被拣选的族类 究竟你们是哪一个 跟你旁边的人说是你 从边上的人说是你 你是被拣选 你是被拣选的 什么叫被拣选 什么叫被拣选 被拣选就是说不是你做决定的 被拣选就是说不是你做决定的 是一个基于选择者的意愿 你要根据选择你的人的意愿 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踢球 读小学的时候他很喜欢踢球 但是我的个子很矮 和技术不是那么好 他个子矮 踢球技术也 我通常被人选是选最后的 他被人挑的话都是最后被人挑到的 有时候甚至是要做后备 有时候还是要做冷板凳 有时候那个队长和另一个说 有时候那个队长跟其他那个队的人说 如果你爱音乐呢 我给多一个人给你 他说如果你需要音乐的话 就给多一个人给你 我感觉被人排斥 他感觉被人排斥 被人拒绝 被人拒绝 广东话叫裸底橙 广东话就是那些被挑胜的 像这个裸底挑胜的橙子一样 在那个裸框里 原来你和我都一样希望被人涉立 你和我一样都希望被人接纳 希望被人选到 希望被人选到 如果你希望被人接纳 如果你希望被人接纳 被人拣选到 我们希望靠表现 我们希望靠表现 我们希望证明自己第一 是学立鸡群 我们要证明自己是鹤立鸡群 我建功的时候 我要让人知道我有经验 我有技能 第二 或者你尝试融入 你另外会尝试 你会融入 你会模仿 第三 可能你很在意其他人 你必须要做一些你自己都不喜欢做的事 突然你就会问自己 你会问自己 究竟这个是不是真的恐怖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我 彼得说到神接纳你和我 彼得说到神接纳你和我 他用了生命纪来教导我们新约里面的基督徒 有没有留意到不是说到我们做了些什么 不是说我们做了些什么 是神爱我们 是神选择我们 不是我们赚取回来的 是神爱我们 是神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去争取而来的 以佛所书一章这样讲 以佛所书一章四节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吧 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什么叫做创立世界以前 什么叫创立世界以前 就是说到我们未出世 未做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神已经拣选你了 就说我们没有出世的时候 不懂任何事情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我们不是赚一些东西去得神喜悦 我们不是赚一些东西赚来的 在2020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明年的时间 你是不是仍然尝试追求 为其他人而过活 希望被接纳呢 明年我们是不是还过这样一个 取悦其他人希望被他人接纳的生活 还是我们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我们必须要取神的喜悦 这个影响你怎样看自己 这个影响我们怎样看自己 怎样影响到你不介意这个世界怎样看你 你可以不介意世界怎样看你 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你 神已经拣选了你 第二样那里 圣经这样讲的就是说到 原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神第二在这里讲到就是说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祭司是有特权的 祭司是有特权的 祭司是跟神非常之近的 祭司跟神非常接近 你试想一下你是一个 和一个皇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如果你跟皇上有关系 你有特别的机会 特别的渠道去接触他 你跟皇帝有特殊的渠道去接触他 皇帝认识你 皇帝认识你 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这是很尊贵的 你有价值 上年这个时间 去年有一个时候 CMC的时候 上年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去了侯斯顿的美南猜传大会 美南猜传大会 我们年初去的对不对 接着我们会入住一间酒店 我们会住一间酒店 当我们去check-in的时候 就很长龙 我们在那个check-in的时候 在入住的时候 要登记很长的队 但是旁边就是一条 红色的贵宾线 边上有一条红色的贵宾线 接着我见到有一个人经过 有一个人就进去了 接着职员说你要排那里 职员大会职员说 你应该排那个正常的队 那条龙很长的 好长的队 接着那个客人 就拿着一张VIP卡 那个客人拿了一张贵宾卡 他就说我不需要排队 因为我可以去贵宾线 他说他不需要排队 因为他有一张卡 他可以走那条贵宾线 为什么他可以去贵宾线 他为什么能去那条贵宾线 因为他跟那个酒店有个关系 他跟那个酒店有特殊关系 他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可以去贵宾线 他可以进到酒店的贵宾线 他重视他自己的身份 他重视他自己的身份 后来我发觉一件事 后来我发觉一件事 后来他发现一件事 原来那个贵宾是免费的 原来这个贵宾卡是免费的 大家没有留意到原来救恩是免费的 救恩也是免费的 救恩是免费从神而来的 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赎 我们就有这个尊贵的身份 然后彼得又再一次用旧约出埃及记 彼得再次用旧约出埃及记 他说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特别身份 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面前 你和我都有享受这一个身份 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 以色列这些身份 新约里我们也同样享受这样的一个尊贵宾 一个祭司是跟神一个的桥梁 祭司是跟神的桥梁 带人到神的面前 一个是很圣洁的一个的职份 很圣洁的职份 不能够给其他人的 不能给其他人的 是非礼莫属的 是非礼莫属 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做祭司的 大家记不记得旧约里 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做祭司的吗 以色列有12个支派 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 是不是每个支派的人都可以做祭司 是不是12个支派都能做祭司 不是 不是的 是只有哪个支派可以做 只有一个支派 尼未 立位人 可不可以今天那个祭司说 我今天眼睡了 呃 又带你过来做 他不是说 今天我太困了 我不做了 由他支派你来做吧 不可以 是给你的 是给你的 这个身份是属于你的 这个身份是属于你的 是何等荣耀的身份 何等荣耀的身份 现在彼得说 就是说到神不单只接纳我们 而且给一个特殊的目的 彼得说 神不但接纳我们 而且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目的 一个 purpose 只有你可以履行到 只有你可以履行到 这个何等崇高的自我价值 何等崇高的这样一个自我价值 这个自我价值 是self worth 这个是自己非常值得自己有的这样一个价值 很快 明年一个月后就是农历28了 马上过完年就是农历28了 年28做什么的 年28做什么的 洗什么 年28洗垃圾嘛 清洁 年28洗垃圾 你会不会丢些没用的东西 你会不会把那些没用的东西丢掉呢 你丢一些没价值的东西 你没有留意到当一个人 他看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 他会自暴自弃 如果一个人看自己没有价值 他会不会自暴自弃呢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多余的 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他觉得自己没有目的 觉得自己没有目的 我们今天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今日是基督徒的时候 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目的 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目的 不可以被人取代的 不能被人取代 神给你有一个价值 是神特别给你的 是神特别给你的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将神给我们的价值去彰显出来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把神给我们这个价值去彰显出来 在过去一年的里面 过去一年中 可能你很忙的做事做得 可能大家都忙得要命 但是你觉得自己不满足 你觉得自己满足吗 你觉不觉得完成神给你真正身份 所要做的事 有没有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要做的事 在明年的时候 你是不是仍然在追求这个世界 叫你去追求的事 你有没有继续追求那世界让你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在追求世界要你追求的一些欲望 有没有让自己在追求世界让你追求的欲望 你是不是甚至想达到其他人对你达到的期望 甚至你要达到其他人对你的期望 你要记得你自己在神里面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你要记得你自己在神里面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你就要活脏一个君尊的祭司 你要活出一个君尊祭司的样子 做祭司应该做的事 做祭司应该做的事 服侍正确的主 服侍正确的主 大家想想一想一件事 谁教祭司如何做祭司的 谁教祭司做祭司 不是其他人 是祭司教祭司如何做 是祭司教祭司怎样做 谁教祭司的下一代做一个君尊的祭司 谁来教祭司的下一代继续做君尊的祭司呢 就是君尊的祭司教下一代如何做一个君尊的祭司 应该是君尊的祭司教你的下一代继续做君尊的祭司 我相信你们有人已经是做父母的 在座大家都有人做父母的吧 有的人已经是有孙的 有的人已经有第三代了 谁来教你们的下一代或者第三代做君尊的祭司 不是其他人 是你自己 我们不要让世界塑造他们追求属世界的事情 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塑造这样一个人来追求祭司的事情 作为君尊的祭司 所以我们要教养我们下一代如何做一个君尊的基督徒 作为一个君尊的祭司 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要教育下一代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不要追求世界所要追求一些功利主义 不要再追求主事的功利 第三样圣经那里这样讲 它说圣结的国度 第三样就是圣经讲到一个圣结的国度 圣结是什么意思 圣结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尼未记》里面再一次讲到二十章 就是说分别出来与众不同的意思 就是列维基二十当二十六节说 要分别出来与众不同 要预留出来特别的允许 要预留出来特别的允许 一个国度是有法则的 国度是有法则的 是怎样的 是特别选出来让神去服侍神的 怎么样来分别出来来服侍神 原来神期望我们是活着一个生命 是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神要求我们活出与其他人不同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国度的里面去顺服神呢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国度中来顺服神 我相信你希望五十岁的你 和四十岁的你有所不同 我们都希望五十岁的人和四十岁的人有不同 你希望当你成长 你认识如何处始待人 你想你成长以后知道怎样出事带人 你希望你有智慧如何分别善恶 有智慧分别善恶 可以修炼你一些脾性 可以修理自己的脾性 有些美好的品格能够活到出来 有一些美好的品格可以活出来 今天你和我有一个问题 今天我都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活出我们身份的潜力 在哥罗西书那里这样讲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 我们一起读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原来我们是属神的天国子民 我们是属神的天国子民 但有时我们游走这个世界和属神两边到处走 但是我们游走两个世界属神属士 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是都是移民过来的 我们是不是都移民过来的 我们有时好像做太空人两边走 我们就像做太空人一样两边都行走 我们做移民的就知道 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是怎样的 我们做移民知道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是怎样的 头过半年很多时候都会回到中国 头半年有的时候都会回中国一下 接着有半年又回到美国 有半年下半年回到美国 两边周围走 两边来回走 拿那张叫做Re-Entry Permit 有张叫Re-Entry Permit 我们两边周围走 接着我们想 那些钱我们要用人民币这样计算多少钱 当时来的时候 看这些价值都是用人民币算的 看是不是看中央电台 看都是看中央台 其他的卫视台 可能我们吃不惯这里的热狗 也吃不惯这里的食物 我们吃惯中国的腊肠卷 我们要吃中国的腊肠卷 我们的生活模式 我们的想法和做法 仍然都好像在国内里面一样 我们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改变 来到美国还跟国内一样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是不是都是两边周围走 我们如今作为基督徒 是不是也是这样两边行的 我们已经移民到神的国度里面了 我们已经移民到神的国度里面了 我们应该有新的价值观 我们应该有新的价值观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用神的价值观去看事物 我们要用神的价值观来看事情 在生活每一个范畴上 我们要用神的价值去做主导 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范畴 都要用神的价值来做主导 因为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是新的身份 我们要享受新的身份 给我们的潜力 我们要有这个新的身份 带给我们一个潜力 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他在马太福音讲到 他第一次提到我们 我们不要服侍两个的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 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说不是乌那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饿这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重那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重这个就是青那个 你们不能够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 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 就是钱的意思 约翰也在约翰一书那里提醒我们 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提醒我们 他说不要爱世界和爱世上的事物 不要爱世上和世界上的事 这些是包括什么呢 他在第十六节 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他在十六节节里面讲的 这是什么 肉体的情欲 野木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必须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天国的价值观 我们要活出天国的价值观 不是追求世界的欲望 不是追求世界的欲望 当我们会出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 当我们活出天国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生活的行为 就会表现出 和这个主流社会的有所不同 我们的生活就会体现出 行为体现出 跟主流社会不同 我们可能会被这个社会去嫌弃 我们可能会被现在的属世所厌恶 被家人朋友和同事排斥 可能被家人同事所排斥 彼得说 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彼得说我们属天国子民的时候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彼得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因为彼得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彼得再一次就引用 就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样说 彼得再一次引用 就约出埃及持久章这样说 我们原来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虽然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本身是属于神的 虽然我们也属于这个世界 但我们本身是属于神的 神特别地去选选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是属于他的掌上明珠 因为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神的掌上明珠 原来人在心理上是希望有归属感 人在心理上是要有一个归属感的想望 我们渴望有归属感 但归属感是建基于其他人怎么对待你 归属感要看其他人怎样对待你 我们如果看回以色列人 他们虽然一开始是住在埃及 我们看以色列人开始住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觉得自己属不属于埃及人 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埃及人 他们是奴隶来的 但是他们又是奴隶 但是神就拯救了他们说 你是属于神 我自己救赎他们 但是神说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全能的神去救他们 全能的神救了他们 没有人可以再在神的手上面拿走以色列人 没有人再能从神的手上把以色列人夺住 不但如此神还给他们一个军尊的身份 所以彼得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例子 所以彼得用这样一个旧约的例子 用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身上 我们原来是被旧约里面的这些捆绑 但是主耶稣救了我们 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 他就圣经这样说 圣经就这样说 约翰福音 我父将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手上夺去 约翰福音讲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多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 你跟我原来今天是属于神的 你跟我都是同属于神的 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个身份 因为天父紧紧地握住我们 因为天父紧紧地拉住我 这个岂不是罗马书这样说 有什么可以从我们 从神的爱夺去 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 从神的爱中夺走 是天使吗 地上掌权的吗 所有患难吗 没有什么可以从我们 从神的手上夺去 事实上没有任何可以 把我们从神的手里夺走 大家知不知道 一样东西的价值在哪里 大家知道一件东西的价值是什么 一支的笔 一支笔 一支笔 它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笔的价值是什么 是拥有者所给的 是拥有的人所给的 一支笔很便宜 一支笔很便宜 这个笔非常便宜 但是如果一支笔 是总统在白宫签过法案的 就不是这么说了 如果这支笔是总统白宫签法案的笔 那价值就不一样了 每一支笔至少过一千元 有些笔要值一千块钱以上 如果是林肯总统签过的 就是四万元 林肯总统用过的笔四万块钱 里根总统签过的笔有一万三千元 里根总统签字的一万三千块钱 罗斯福总统签过的有三千七百元 罗斯福总统签字的又是几千块钱 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 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 神拥有我们的时候 我们何等宝贵 既然我们今年是这么宝贵的时候 我们要在下一年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回回头 我们今年的新的一年 我们真的不能再要活出价值 不能回到这个日子 要立志向前行 首先我们再一次看到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是军尊的制使 被选选的 是圣洁的 是属神的 圣洁的 属神的 当我们知道现在有新的身份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新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使命呢 我们要有怎样的使命呢 所以彼得就说 我们有新的身份 就要有一个清晰的使命 我们有新的身份 就要有清晰的使命 这个第九节下半节这样讲 原来一个身份 不是一个名牌 不是一个标签 身份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牌和标签 原来身份给我们一个使命 使命和责任是不同的 使命和责任是不同的 责任是一些你要做的事 责任是你要做的事情 使命是方向性的 使命是方向性的 奉献是责任 使万民作门徒是你的使命 使万民作门徒是我们的使命 不如我们再一次在年尾的时候 再一次提醒我们 ACC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现在再来回想一下 我们ACC华人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一起读一次 奥斯丁华人教会的使命 奥斯丁华人教会的使命 是向万民 説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从奥斯丁及周边地区 直到全世界 特别是有华人背景的对象 并帮助他们成长 为跟随基督的门徒 一同在世上为神的荣耀作见证 原来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也都给我们ACC有一个使命 就是去传扬他 我们有神的这样君尊的一个身份 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 要传扬他的使命 原来我们不是再一次为自己而活 追求自己的一处 我们不能为自己而活 来追求自己的事情 而是宣扬神 要宣扬神 是宣扬神的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信息 要有一个宣扬 就是带我们出黑暗 尽其妙光明使者的美德 什么叫宣扬 什么叫宣扬 宣扬是不是小声 很小声咬耳朵 很害臭说话 宣扬是不是就是说很小声 在耳朵上说 很害羞这样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你有机会做主动的 你应该是很主动的向别人来宣扬 美国读书好 你会不会和你的侄子侄女 在国内 台湾 香港 叫他们过来读书 美国读书好 你会不会跟国内 香港 台湾的 直辈子 直升着你们来美国念书 美国空气好 美国空气好 你会不会叫父母过来 不如旅游下 我申请你移民过来 你会跟父母说 不如你来旅游一下 或者我申请你们来美国吧 你会很紧张 他们的申请表批准了没有 你会很紧张 那申请表有没有批准 这里有没有一些 刚刚新开的食店 这边有一些新开的食品店 有没有 哪一间好吃 哪一间味道 比较好 如果你知道有好吃的东西 有新开张的东西 减价你会不会迷信别人 然后让别人知道 这家好吃一起去试一下 如果有一家新开的店 味道特别好 大家是不是会在微信上 在朋友圈里分享呢 今天没有午饭吃的 今天没有午饭吃 我相信大家一旦走出去 大家就会说去哪里吃 大家等一下走出去 就说去哪里吃 你不会叫人去一家 不好味的食物的 你不会叫人去一间 味道特差的店去吃 你会去选一间好吃的 你要挑一家味道好的店 你会不会很小声 不如我们去那里吃 他说不如我们去哪里吃 你很大声说 不可以去喝茶好 走啊去喝茶吧 大大声说 因为你喜欢 大大声说 因为我们很习惯 你有好处 你会大声和人说 有好处 你会跟其他人讲 所以第十节 圣经就说到 我们要叫我们 讲神这个连述 我们要讲神这个美好的信息 讲给其他人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就是我们要把好信息 告诉其他人 把神的连续告诉其他人 好了 身份带给我们使命 身份带给我们使命 使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使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今天的应用是怎样应用 今天我们怎么来应用呢 我们就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 所以彼得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 给了两个应用给我们 所以彼得在十一节十二节 给了两个应用的使命 首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首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第二就是应当有品行端正 第二要品行端正 就是说到有好行为 要有好行为 什么叫肉体的私欲 什么叫肉体的私欲 如果看回第一节的时候 就是说到一些恶毒 诡诈 假善 贼道和委谤的话 就是所谓这些恶毒 诡诈 假善 嫉妒 诽谤的话 但我不会逐样讲 牧师不会每一样的过程 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第九节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第九节 他一开始就有唯有这一节 有这个唯有这个字大家注意到 他说一个的对比 有一个对比 对比两个的身份 属世界还是属神的 对比两个身份属世和属神的 既然我们是从世界被拣选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里面 过这些肉体的生活 既然我们是被拣选 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就不应该要回到原来那些生活 虽然我们是属神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应该怎么用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称呢 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行事为人 应该怎么来活出我们的身份 所以第十一节 彼得提醒我们 我们只不过是客女 是寄居的 彼得就提醒我们在十一节讲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不要追求这些这么短暂的事情 不要追求那些短暂的事情 不要满足一些欲望 一些恶毒 诡诈 假善 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追求那些诽谤 恶毒 坏的事情 反之我们的分别是在于我们怎么活出这个身份 我们不同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要活出这个见证 我们怎么实际应用到第一样 我们怎么实际应用到第一样呢 他说禁戒 第一就是禁戒 禁戒原文的意思是保持距离 原来的意思禁戒就是停止做和保持 我们不要陷入一些诱惑里面 我们不要陷入这些诱惑之中 我们尊贵的身份是要有一个高尚的人生的目的 我们尊贵身份要有高尚的人事目的 我们要有高尚的品格 我们要有高尚的品格 所以在提摩泰后书二章这样讲 提摩泰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请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 保罗说叫我们对眼不要周围望 保罗叫我们不要眼睛到处看 我们不要容许一些败坏一些的媒介 去影响我们的老潜然物化 这样影响我们 我们不能用这些有些败坏的媒体 来败坏我们的思想 一种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去祈祷 一种方式就是叫我们来祷告 他说同那清新祷告的人 他说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原来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班人 我们是一个群体 如果大家看你们的程序表 看下我们的程序表 一项就会说到每月华语堂联合土告会 华语堂每月有一个联合祷告会 是本周三是吧 是本个星期三 1月1日 1月1日 晚上7点9到9点8 在宋上折留举行 在那个江上折留举行 在新的一年 我们怎么开始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我们怎么开始新的一年 就是去参加一个土告会 同那清新的人 将新的一年交托给神 就是鼓励大家同那去参加这个祷告会 同那清新祷告主人一起祷告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第二样 第二样 就是提升我们要有好行为 提起我们要有好的行为 这个世界可能会扭曲基督徒一些价值观 这个世界会扭曲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 可能会抵挡我们一些立场 会抵挡我们的一些立场 但我们的好行为没有人可以抵挡到 但我们的好行为是没有人能抵挡的 我们怎样怜悯人 我们怎样来怜悯人 怎样爱人 怎样来爱人 怎样关怀人 怎样做合适的慰问 怎样做何时何疑的慰问人 你做好事没有人说你的 你做好的事情不会有人说你的话 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真实的信仰 我们要活出我们真实的信仰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 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 做一些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无能力做的事 圣灵会给我们一些能力 让我们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神 对我们的爱 你的怜悯 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会让我们活出 让我们有一个爱 来爱我们身边的人 1月1号之前 1月1号之前 有没有思想下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 有哪些人需要关心的 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人需要关心的 有没有一些人 他们这一刻可能是病到的 一段时间没有来到的 软弱的 怎样去慰问他们 看看我们周围有没有一段时间 没来教会 可能因为身体有软弱 有疾病 怎样来关心他们 怎样可以在未来一年的里面 想去如何藉着团契小组 去关怀他们 怎么在新的一年中 我们用小组 用团契来关心这些人 怎样去一个慰问 怎样去报道福音性的慰问 怎么去有一些福音性的关怀 对这些朋友 到最后 如果你看回九至十二节 看九到十二节 彼得不断讲你们 你们 彼得不但地说 你们 你们 原来是集体性的 是集体性的 不是你一个去做 不是你一个人去做 在2020年的时候 在一个新的十年的里面 就愿我们华语堂一起的 一起的去有力 向前行 让我们华语堂一起有力的向前行 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崇高的身份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崇高的身份 我们再一次读一句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来读 身份带来使命 使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最后一个礼拜日的里面 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再一次去读一次 2019年的教会主题经文 我们再一次阅读 我们2017年教会主题经文 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俗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调教你们宣扬那初语 出黑暗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而我们宣扬神的美德的时候 而明年2020年教会的主题经文 这个也是明年教会的主题经文 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 马太福音28章 19至20节的大使命这段经文 愿神祈福大家 愿神祈福大家 愿神祈福大家